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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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一听到坐骨神经痛都会立刻想起 这个问题是在老人家身上发生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随着我们年轻一代 常坐office不换姿势 或者我们坐的姿势 站的姿势 或者拿重东西的姿势不正确 都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除了令你屁股感到麻痹 很刺痛之外 其实也可能会导致你整个脚都会很痛 所以我今天就要教大家做五个动作 希望可以改善和舒缓大家这个问题 头两个动作都需要你坐在地上做 做一些twisting的动作 对于我们坐骨神经和屁股也很有帮助 首先我们对着脚坐 然后屈起我们的右脚 把右脚放在左边大腿下面 然后我们曲起左脚 把它放在右脚的外面 就自己程度 把脚放前放后都可以 只要跨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右手放在后面 走起个人 吸大气 我们尽量拉长个人 拉长左手 然后呼气的时候由肚开始带动 twist 这样左手 撑起 顶住你的左脚 右手打开 放在后面 放在旁边 好了 这里注意 上半身twist多一点 右边 肩头 去后面 在这里维持大约十至十五秒 然后可以解解个人 再做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第二个动作就是第一个动作的变法 我们也是这样坐 今次屈起两脚 右手在后面先撑住 吸大气我们打开左手 拉长个人 呼气的时候用腰带动 去将你左手跨过去 右脚外面 这里如果可以 就将左手反手 放在脚板下面 然后如果还可以 就踩在地上 会再拉得劲一点 不然就普通放在这里OK 好了 右手撑住个人 吸大气 呼气我们在这里开始寒背 会拱起上半身 然后停留大约十至十五秒 这个动作对于左骨神经 还有下背痛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了 然后慢慢解开 做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需要你趴在这里做的 首先我们先向下趴下 手向下趴下 手向下趴下 吸大气 呼气我们将右脚抵高 抵高之后将它往左边方向伸展 对 尽量伸展多一点 那么 左脚也不是没有东西做的 左脚也是尽量伸直的 对 你会感觉到自己在推动中的 这里 在这里维持大约十至十五秒 然后慢慢 放下 放下 然后再往另一边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这个动作 要你低起一只脚 然后另外一只脚 膝肩放松的 脚背也放松的 好了 在这里尽量将你的膝肩 往外 然后手伸按地 好 如果觉得很辛苦 留在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话 左边手向出一点 撑住 右边手 推你的右边膝肩 然后看天花板 如果手伸直到就尽量直 否则可以微微屈 少少加力 在这里可以很久一点 保持20秒 接着慢慢手伸 先按地 然后再移人 上来 再挖回右脚 坐下来 做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动作 其实是一个Bridge Post 桥式 不过我们修改了它 比较简单 而且适合大家在床上去做 好了 我们首先 摊平个人 躺下 然后搭起枕头 或者cushion 然后我们升高屁股 把它放在我们的铁铁下面 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 现在有了支援 就不用怕了 不用怕弄傷或者跌傷 好 然后我们踩着脚板 慢慢升高屁股 这个膝股 也是不要外八字 而且脚背不要放松 咬一踩就不好了 我们踩住 把膝油膏往内 在这里可以做多几次 随时累就可以 躺下 吸一口呼气 做多几次 每次都希望比上一次高 在这里肩膀不要离开了地下 或者颈部不要很辛苦 放松 然后下来的时候 小心慢慢把枕头拿走 然后摊平 休息就可以了 我刚才教了大家做五个预防 或者舒缓座骨神经筒的动作 但其实做瑜伽只不过是一个 附座舒缓的动作 要跟着你的问题 就要由你的生活習慣开始着手 例如你坐的姿势 或者站着的姿势 都要自己留意 下次再见